一切偶遇 不一般 他骗了莫莫 睡了好几个月的钱去赌 却又输了金光 莫莫一直跟着这个赌徒 于是天亮之前的一场旅程 开始了 两人为赢回本钱 就去借了莫莫好友的钱 去赌这一世的全赛 在赛场没来外 高野遇到了他欠钱的庄稼 庄稼对他百般羞辱 并且要跟他赌一把 高野和莫莫 是自带光环护体的主角 自然运气好翻天的 赢了全盘 不过 庄稼不仅没有放过他们 而且还要赌一场大的 他们让高野猛眼开车 让莫莫坐在车的副驾驶 给他指挥 只要他们的车 可以甩掉庄稼 就算他们赢 这一场 在国内路况 根本无法实施的赛车比赛 开始了 自带光环护体的主角 当然成功避开了所有障碍物 还巧妙拥有火车 拦住了庄稼的车 庄稼还好死不死的 撞死了一个警察 俩人逃到了一处废墟中 原来这里是高野原先的家 他本是一个富二代 继承了家里全部财产 就是觉得钱太多 生活太无聊 就开始了无休止的赌博 来刺激刺激 刺激刺激 钱就没了 公司也没了 老婆也没了 当然不是跟别人跑了 是生病去世的 俩人在废墟里 进行了心灵的沟通与交流 然后俩人决定去看高野的女儿 三人在一家高档餐厅里 温馨的度过了几个小时 在女儿要回姨妈家时 被黑市老大抓住了 并且要挟高野替人顶罪 当然这个人 就是之前撞死人的庄家了 高野想要自杀 默默跟他打了一个赌 如果天亮之后 两人都活着 就要好好活下去 天亮了 高野进了监狱 时间一晃 过去了八年 高野也被无罪释放 这时的他 心里一直想着 那个跟他共处一夜 却记忆一辈子的女人 默默 不过这个女人 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他留给高野一封 固定模式开头的信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偶然 原来 默默早就认识了高野 他只是一直没有 与高野见面 默默与高野的妻子 相遇在医院 他帮助了高野的妻子 逃出医院 去看望高野 默默在墙后 偷偷看到了这个男人 并在那一刻爱上了他 高野妻子生病去世后 默默代替了他的妻子 一直给他写信 从未见面的爱恋 到一夜的感情升华 默默找到了一个 爱他的男人 没有遗憾地走完了这一生 天亮之前 由吴中天指导 郭富城 杨子山联合主演 于2016年7月22日 在中国内地上映 虽然故事情节略显俗套 却还是能让泪点低的人流泪 泪点高的人心生触动